兄弟们,众所都知啊,在王者里CD与伤害可以判定一位英雄的墙 那么如果我们把双方阵容其中一人的CD清零 对面则是伤害增加一倍,那么哪方会更强呢? 大家可以提前猜一下 来小亮,给他整个活 OK,这一把咱们玩一个李源方啊 没CD的李源方二技能就接近无敌啊,可以无限的使用 我就站在这里,你看到我敢不敢来吧 对面打也都看傻 那么人呢 哇,走了啊 拿完蓝继续刷红啊 这个时候对面蒙田说加伤害很重 哦,好好好,就你小只加伤害是吧 来,让我看一下 开局比分没有太大的差距啊 对面虽然有了伤害的价值 但装备没成型,没什么作用啊 上路,现在想跑了 下路,来抓一下 CD一满,谁也不爱 要不是有蓝条的限制 估计哥们已经在泉水里灭泉了 哎呦,真以为你自己是三天啊 来 光币以为你飞起来 后面我记得有个蓝绫王来着吧 打肯定打不过了 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尝试你,你肯定 目前来看就是技能减质力比中间伤害离不得多啊 用完一套还能用一套 蒙田虽然伤害高啊 但根本戳不到我们 现在也知道谁是真正的三皮疙瘩的 啊,我不打了 我走了啊 你不能走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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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 团 之后也是蓝色的CT方拿下胜利啊 一个理文方等于워 kinda一个勇ła 主要是无法选中真的恶心 壹坨三四根本也没有压力的 好了 那我们本集视频就到啦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推荐其他想看的英雄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